去求償應人 就是因為我覺得那邊充滿了 陽光跟正能量 就是如果今天可能心情不好 有一點陰霾 但是去到現場 會被現場的熱情給渲染 對 會很舒壓 那有沒有最辛苦的事情 欸我說真的喔 我剛剛還問Yuri說 我剛剛還問Yuri說 外面太陽很大 你有擦防曬嗎 他說我不怕黑了 我不是說我已經很黑了 我已經沒辦法再更黑了 真的嗎 你自己看 可是因為在球場上 你賽沒辦法 沒有 我是因為運動會 對 我們今年比賽的賽季 就剛好在夏天 以往都是在冬天路人 所以今年夏天 練習就是會特別幸福 對 然後因為我們會一直流汗 一直補防曬也沒有用 對 那阿拉隊呢 有沒有什麼特別幸福的地方 阿拉隊最辛苦的地方就是像昨天 今天 怎麼了 怎麼了 前天我們跳到12局 9局就要結束的球賽 我們跳到12局 大概快12點 你們從幾點跳到快12點 我大概 我們集合時間比較早 大概3點就到球場才拍 然後我們就這樣一直待到晚上12點 就在那邊待著 然後有需要就上場跳嗎 我們是6點就可以 6點半開始跳 6點半一直跳到12點 所以現場都是見證過的是不是 你們這一區 你們這邊特別明顯 這一區 你們是不是每次 只要有票都會去啊 對 都會去 就是這個肌耐力的部分 真的是最幸福 最幸福 那像以後我自己好奇了 我想要說 像我常常會看到你們在場邊加油 那像這樣子的一群粉絲 會知道你會站在哪個地方 然後去選那個地方做嗎 不會 不會 你們會互相粉絲換位子 就互相交流 有一個LINE群有沒有 對 樂天 樂天雜啦隊群組 就是 就是跟那個左右鄰居協調一下 欸 下一局 要換到哪裡 然後交換會 拍照一下 所以這邊是你每次前方的可能粉絲 都是熟悉的人 欸 差不多就是這群人 都是非常支持的人 欸 按照鏡鏡在拍什麼 你是要錄影還是拍照 拍經一點 因為很少 很少這麼近可以接觸他吧 平常是不是有點不同 對 平常還是 在舞台上面 對 比較躍鬱一點 對 好啦 謝謝 我替她謝謝你們這麼支持 因為你們的相機 真的都沒有放下來過 好啦 他們想問一下 Yamory平常 除了啦啦隊之外 有沒有什麼休息活動呢 我平常 如果可以休息的時候呢 我就會去看劇啊 就是我是看大量的劇的那一動 你說偶像劇嗎 韓劇啊 術劇啊 韓劇啊 然後電影都看 都看 最近有特別看一些什麼嗎 最近呢 大家如果還沒有看過那個 村裡來的那個高校女外 啊 台灣的 那可以去看一下喔 你會留言 對 欸 你想到演戲 那我又會有問的 演戲辛苦嗎 你覺得 欸 演戲好辛苦啊 演戲好辛苦 跟全民心比起來 那全民心比較辛苦 完全不一樣 但是因為演戲又有另一層次的困難 比如說 像我就覺得我個人 被辭職是被辭嘛 被辭職 那你自己覺得 我覺得 呼吸最難欸 就是你要在一個 一百多人在現場的劇組 然後 然後 不受影響 然後還要 掏青掏背的 真情流落 然後 被一些 就是 場物 就是 被影響 不會分析 其實 其實蠻難的 然後 你又不能很肥 然後被他影響到 對 你可能已經很累很疲勞 但是你要演一個 你現在好開心 心花的日子 是 之類的 那你果呼不出來就是吧 哇塞 就是想辦法不黏住啊 很難耶 就是看是在打自己啊 還是捏自己啊 你又不可能